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 Radio 2011 踢手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踢到這場 踢到這場 促進方 促進方 申害百年華滄桑 主持Mark 葉成 謝延方 好了 第三節 第三節又回到我們 我們講完這個孫月宣言 講到這個孫月宣言 大家合作吧 孫先生覺得共產主義不可以在中國生存 蘇娥覺得我們在中國的利益 我們可以再談 也可以在外蒙駐軍 前幾年 我想大家都要關注一下 其實當時二年 孫先生六月的時候 強迷允員炮軍總統府 之後就跑到上海 上海於是很痛心 發覺那些國民黨 一個二個都貪心怕死 底柄 一個蔣介石跟他 跑上去空南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又被人背面搞錯 於是乎也興起一種改造國民黨 他覺得 回想起桂林當時馬南說到 國民黨是需要改造的 他發覺真的要改造 就是各個革命思想要建立 要建立黨的思想 要黨組織 於是九月在上海 最後一個改造國民黨的代表 就是組織 委員會 委員會 當時找了一大堆 當時我們要留意 有溫晶衛 有廖仲海 是 還有于左任 于右任 于右任 對不起 于右任 是左任不分 是名家來的 宣法名家于右任 草成 但最後加上陳獨秀 當時陳獨秀 已經入了國民黨 因為陳獨秀和大超 孫雄先生第一次在上海 建立的時候 被家族 國民黨 孫雄先生是介紹別人的 但是他也認同共產黨的身份 對 共產黨的身份 其實共產黨已經開始用個人身份 加入國民黨 國民黨裡面 其實沒有通過要接受共產黨加入 當時已經是 因為他用個人身份 因為共產黨開了二大之後 通過用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你說你潛伏也好 但是他就開正 開正招牌 說我是共產黨 不過我加入你國民黨 不過是國人身份 就接納了 你看看 當時的黨的組織 國民黨是黨組織 全部都在裡面 由起草 黨章 黨綱 最後 1923年1月1日 就宣佈中國國民黨的宣言 當中又有些黨章發表等等 有些人最後說有些手筆 有些手筆是陳樂實社的 有些是胡乘東手筆 真是最像人 由此可以看到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 其實是很相似的 大家都是 所謂兄弟黨 走向少許的 就是他們的組織型態 三國營 上面就是少數人 去控制全部 大多數人 所以其實 兩個都大家說 現在說共產黨的組織 我們一般說 叫列寧式組織 列寧式徵党 其實國民黨 舊時的國民黨 今天台灣人不是 已經是很民主化 都是列寧式的 所謂三國營 上面最高人最少 下面最闊最大 最無權 就是這樣說 所以呢 可以看到 當時來說 第一次國共合作 其實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 去到1924年 才是水道渠盛 召開國民黨一帶 當中23年 跟著 陳婉明最後就兵敗 最後兵敗 孫先生重返廣州 1923年2月15日 重返廣州 再次第三次建立南方政府 這個很重要 於是整群共產黨 又跟回廣州 國民黨回去 於是大家就密羅緊固 熱飛宣宣布了之後 接著密羅緊固 孫先生痛定思痛 建立自己的軍隊 除了黨的組織 還有黨的軍隊 黃埔建軍 剛才大家聽了一首歌 剛才那首黃埔軍校的校歌 就是剪輯著台灣拍的黃埔軍運 裡面有一位鳳山 福校 黃埔軍校 他那首歌好像是黨旗飄揚 還是國旗飄揚 黨旗飄揚 黨旗飄揚 其實初初黃埔建軍 定性為黨的軍隊 黨的組織 這是蘇聯的 這也挺有趣的 當時蘇聯也答應不少事情 沒錯 答應什麼呢 第一就是派顧問 第二就是給槍炮 子彈 還有也是給援助的 還有這個援助多少錢呢 200萬的奴布 200萬奴布 今天不值錢的奴布 以前很值錢 那時候很值錢 那時候很值錢 200萬奴布 這是應孫先生的要求 對 同時當時好像說 曾經都說過 蘇聯的軍艦來到廣州訪問 最後那些槍炮都插進去 看你沒有炮 我插進去 給你 這裡有一點點故事 在黃埔建軍的初期 其實是很慘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黃埔的地址 就在現在的長洲島 廣州島 現在已經有天橋 即是大學城附近 以前是要坐船過去的 從沽島搞陸軍軍校 沒錯 這個地方原本就叫做 廣州陸軍小學 這個原子是這樣的 蘇珊先生在那裡做 建立黃埔軍校之後 其實當時那個地方 仍然是軍閥控制著的 所以那些軍閥又不是很喜歡 孫先生在那裡搞個軍校 好了 不喜歡又怎樣 就說不給武器 所以孫先生當時要找廖仲海 去籌錢 以及去借軍火 借什麼軍火呢 就是當時那些槍 只能夠救什麼呢 救當時的防衛用途 就是軍校防衛 包括在門口 站江那裡 都要廖仲海去問軍閥借的 那些軍閥也不理他 廖仲海 每次都要等一整晚 然後才給他一點 可以看到狼狽情況 其實講到這裡 孫先生在南方建立那個 又是軍政府 又成為了陸海軍大元帥 其實當時也是軍閥 即是勇兵 表面上就說 聽孫先生的話 他在廣西是僱傭兵 請你廣西僱傭兵 實際上也是借孫先生的大旗 是拿錢的 所以某個程度上 他們基本上 孫先生又孫先生 所謂的軍政府 軍閥仍然在兩港 廣東廣西 孫先生自己練兵 有些軍閥也看到 其實也很慘 當時請廣西的僱傭兵 每個月的出糧 三萬五千元 即是那個年代 三萬五千元 其實這些所謂僱傭兵 都很混亂 又不打仗 又不聽話 當時有個美國旅遊者 叫做Harry Harry Frank 他怎麼形容呢 他說 偷商店 就是偷東西 切賭局 開妓院 販賣毒品 這些是兵 即是當時在廣州 沒錯 在廣州這個地方 他說中國沒有一個省 會比這裡更加差 兵賊不分 所以他說 在這個制度之下 人們的生活是很慘 他說 這是中國管理最差的城市 這個旅遊家 這個旅遊家 就是這樣寫 又要強制當地的富裕人家 就給錢 捐款 捐款 要加稅 每一 全國廣州市 有八百家煙管 你可以知道 多熱 煙無力 烏利彈道 真的 那時候就是在孫中山 行下幾個廣州市 所以基本上孫中山的先生 其實也很辛苦 所以沒辦法 蘇聯員又肯幫他 又肯給錢 就隨便聽他 大家合作 他只是民人政府 坦白說 表面是軍政府的大元帥 實際民人政府 當時建軍也派了蔣介石 去蘇聯考察 是 三個月回來之後 考察三個月回來之後 蔣介石其實寫了一個建議給孫中山 是 他很清晰地說 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 不過呢 共產黨今天是可知利用的 他當時也在表面上 因為大家記得 蔣介石其實在當時的地位很低微 幫孫中山倒茶 遞水 拉丁 開門 說是武官兼參謀 最後終於有一職 被他成立軍校籌備委員會的校長 黃埔軍校校長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黃埔老兵都要叫校長 叫校長 當時他所謂黃埔建軍都很淒慘 當時他建立了他 建立共產黨 又加入了國民黨 當時孫中山說得名 希望黨下面有軍 黨領軍 校內有一個黨代表 聶仲叫做黨代表 總之校長簽名之後 必須要黨代表副處的 下面又成立了所謂政治部 周恩來是副政治部的主任 副政治部主任 另外還有何應堪做軍事教官 還有一個顧問 這個顧問厲害了 俄羅斯顧問 鮑先生 鮑羅亭 鮑羅亭那時候來了中國 鮑羅亭來中國 真是不得了 搞得中國天翻地覆 駕駛 當時蘇聯來的 除了一些軍事顧問之外 除了鮑羅亭之外 還有一些軍官 過來一起幫起黃埔軍校 當時馬興剛才所說 蘇聯的艦席來黃埔軍校 去做一個拜訪 看到當時武武軍校這麼慘 於是就馬上把那些炮 在船上的炮 還給你 讓你有一些炮兵 等於我們去到比較窮的 比如我們去泰北 去泰北去訪問的時候 送一支筆給學生 真的很慘 當地的中國難民 住在泰國北部 有時候都傾囊 都給了他們 能夠吃的朱古力蛋餅 都給了他們 等於一樣 等於一樣 不過也都說 黃埔軍校招生了 黃埔軍是可以招生 希望孫生全國各地精英 共治一路 但是 離開兩港之後 全部都關乎各據 那怎麼辦呢 宣傳 招生怎麼辦呢 就透過工會 共產黨派的工會去招生 在招生期間 就像湖南 就是長沙 長沙當時 毛澤東是做長沙的 共產黨代表書記 由工會頭頭 於是他互相牽引介紹 其實當時黃埔軍是第一期學生 當中 十個小時起碼有三個共產黨介紹 因為你透過共產黨系統來招生 一抵抗共產黨系統 所以變成在整個軍校下面 因為當時共產黨的發展 共產黨雖然說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 但是他仍然 他仍然不忘自己的共產黨 當時仍然有黨的組織 國民黨當中有黨組織 當時已經爭吵過 那些國民黨 為什麼你有黨組織 是不行的 你不是個人身份嗎 當時曾爭吵過一段 不過李大超又詭辯 最後勉強又被他在 所以出現的局 就是國民黨 最後一路的發展 是以黃埔軍後建軍 一路開始 這個主幹 這個主幹 最後失敗的時候 也是軍事失敗 1949年輸 所以當中有很多的拔變 拔變 還有鋁通共產黨 也因為有些是潛伏了 有些是黃埔軍 除了培養國民黨本身的系統 也培養國民黨的系統 其實很簡單 1927年 南昌起義 八一南昌起義 其實那支軍隊 正來主得帶領那支軍隊 其實就是國民革命軍 所以敵我共治一路 就是這樣 所以有很多人 看歷史 就發現 為何國民黨又叛變 共產黨也叛變 所以有些是 我將來你將來 原因就是在這個階段 所以黃埔軍校 有些人說 是中國的西點軍校 其實這個是絕對正確的 在中國來說 很多出名的將軍 都在黃埔軍下出來 但是黃埔軍校也是孫中山先生 是一手創立的一個軍校 其實孫中山在廣東 其實又創立了一間軍校 也創立了一間大學 是 沒錯 知道是哪一間大學嗎 不知道 就是廣東大學 廣東大學就是後來叫中山大學 他的前身就是廣東大學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有間廣州大學 廣東大學 廣州大學和廣東大學有沒有關係 有分別 因為英文也叫做Canton College 但是他中山大學前身就是廣東大學 其實是誰呢 魯迅 魯迅曾經在那裏做過文學院院長 1923年慢慢來 1924年 中國國民黨正式召開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就是廣東的廣東大學 應該是吧 師範學院還是禮堂 是嗎 是今天的省博物館 省博物館 隔離的一大會子 就是博物黨的一大會子 趙開 第一次代表大會 其實促成都是鮑羅亭的 是 鮑羅亭覺得 你國民黨這麼鬆散不行 開他的大會 不是 因為他說 你一定要用我們列寧那一套 我給你一套組織法 你根據這個組織法 你們去組織第一次的黨代表大會 就令到國民黨更加堅固 所以那次會議 又通過黨代表組織法 又選班人 又選代表 中委 其實共產黨有心 然後選領 就放些人進去 當時是毛澤東 又加入 總之 說得出的 全部都有反 重要人物都有 重要人物 這次的一大 國民黨終於 在這個期間 其實也發生了一件事 其實開了七天 當中又列寧又 拜拜 過世了 所以 國民黨開一大的時候 當中有兩天 就是 要悼念 當時唯一有邦交國家的元首死了 除了一些要悼念 所以有人說 國民黨整個發展的歷程 總是好像風風雨雨 多災多難 多災多難 還有愛雙雙 對 組織那麼久 第一次開全國代表大會 所有政黨都覺得高興 是 開七天 當中有兩天 只要開圖 死不死 所以其實看到 當時來說 中國國民黨的發展 其實是 自從 同盟會年代開始 一直到 1924年 其實是 中間有很多 轉折 而這個轉折 其實是沉默近一套方式 如何組織一個政黨 剛剛好 現在列寧業模式 剛剛就適合國民黨用了 對 有人形容 當國民黨第一屆 開完之後 成為這個什麼 叫做 中國國民黨被改造成為 俄國的布爾什維克 黨的粗糙複製品 對 波斯維克 布爾什維克 都是要煽動 革命手段 對 鬥爭 扶植功農 當時國民黨都說 扶植功農 當初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組織 或者宗旨的相差不是太大 不是太大 所以當時說 三民主義民生主義 其實和共產黨的主義是接近的 有部分接近 但其實不是一樣的 有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 是有部分 其實 你這麼說 國父的民生主義有共產主義的成分 有成分 但是共產主義不等於民生主義 是不等於的 不等於的 等於不同 因為像馬卿所說的 折制資本是折制大財團的資本 是 賬價歸功這些 共產主義不是這樣做 不像香港人說 地產霸權又霸得多厲害 但其實他民生主義裡面 孫先生主張是什麼 就是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 就是那個推動工業 或者推動鐵路建築 全部是由國家出資 由國家去做大的 一些重大的建設 比如電力 水力 鐵路 這些全部應該是國家去 出錢經營的 當然 國父當年那一套 他那時候想 現在這樣說當然不對 都是國家經營 但是應該是私人發展 就是國家出錢 就私人管理 就等於香港的地鐵一樣 香港政府擁有的 但是給私人管理 是吧 得到的錢 都是賺回來 給國父的 但是當時就覺得 這些東西我們不可以讓商人壟斷 應該由國家去經營 那就不會有壟斷 因為國家去付錢 在這個階段 其實由於蘇聯也有轉變 因為列寧過世 沒錯 蘇聯內部也有一個鬥爭 然後搞托洛斯基出來 托洛斯基和斯太林 斯太林爭拳 最後當然是 斯太林贏了 托洛斯基還沒走 然後走到南美洲 麥西哥 然後變成托派 托派就是這裡 長毛的祖師爺 托派和長毛祖師爺 對 祖師爺 原來也是一個失敗的 當然 斯太林最後在俄羅斯執政 斯太林作風也不同 有阿濤 是比較 喂 腿的 不是那麼穩陣 在蘇聯 因為都要和托派在這裡 雖然是清走 但是都在鬥爭當中 在這個階段上 中後共產黨也有些轉變 是 轉變就是 國民黨在開完一大之後 大家就發覺有些人 喂 但是在共產黨裡面 為什麼要用黨組織 當時已經有爭招 爭招就吵到孫中山那裡 而最後有很多爭招 而這些爭招 最後共產黨也有些地方 妥協了 是 他希望留下 他希望留下 不想又退黨 當時曾經有人提出 共產黨要退出 退出國民黨 是 不會 國民黨是單一黨籍 就不可以雙用黨籍的 要你退的 當時曾經開過特別的會 有爭拗 對於是 那最後 共產黨也抬了些 在國民黨下面 共產黨就不搞黨組織 不搞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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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就在外面開會 外面開會 其實麥兄說得很對 因為斯特林贏了托洛斯基之後 整個蘇聯 包括共產國際 就完全用史特林式的管治 那斯特林呢 其實當時來講 就不是很看得起中國共產黨的 反之他們覺得 就是斯特林覺得 那個革命的成功 就在國民黨那裡 所以他們是重視國民黨 就多過重視中國共產黨 就是覺得這個爛泥也扶不上臉 就是靠你那幾個傢伙 因為孫中山當時那個威望 的確是很勝 能夠真的令到當時的國民黨黨員 就非常齊心 那一年了 在二三年之後 1924年 五月蘇聯就給錢 建黃寶軍校 是 好了 建了黃寶軍校 蔣介石就任校長 廖仲海就做黨代表 汪精衛做黨的主席 這個又要提提這個人 這個所謂中國 第一個美男子 這個人 這個傳奇 這個傳奇 我想其實應該開一集 開一集說 因為這個能文能武 國父的遺囑都是他手寫的 有份 文多一點 沒有就差一點 最厲害的詞是扔個炸彈 炸不住了 又炸不住了 被捉了那個 要不然革命成功 可能永居有個大哥 汪精衛在1925年 國父死了之後 其實國民黨主席就是光晶衛 所以當時的汪精衛 十分之重要 這個就是 大家看到他幾重要 所以我們要找一集 找一集來講 國父的左手 因為汪精衛是挺傳奇的 這個人 不過說到這裏 要提到國父兩個左手 一個就是汪精衛 胡漢文 胡漢文 最後發展下去 國民黨的左派和右派 就是這兩個人 左派就是汪精衛 右派就是胡漢文 汪精衛也這麼說 汪精衛也不是共產黨 但是他同情共產黨 所以最後會議 思想單純 思想單純 有些人說他想借共產黨 增加他的地位 是 孫科就是在大家的圖片上 左手邊那個 就是肥肥的那個 就是孫科 大眼鏡那個 還在那個 他當時是做廣州市市長 就是孫科 所以當時 現在二三年的時候 看到廣州那些地方 是一塌糊塗 其實也跟他有些關係 是 國父這個兒子 就是真的 經常 課斗課斗 然後就是誰呢 中間就是胡漢文 胡漢文就是右派 右派就是最 很傳統的 堅持要 高舉三民主義 對 堅持孫中山思想 沒錯 而且越清了共產黨 也是靠他的 這個就是孫中山 因為國民島裡面三個重要的人物 嗯 那廖仲海1925年8月就被人暗殺了 這個就是 也有些故事說的 今天也不說了 那就好了 那麼 胡漢文和這個許仲清呢 就是 都 有牽涉在內 究竟廖仲海被暗殺那裡 這個我想可以 下次真的要說 因為我們牽涉到要說不乏 是 蔣介石是領導的不乏 其實我們叫蔣介石 這個名稱是不專的 是共產黨喜歡叫做蔣忠正 一般呢 蔣忠正 一般叫蔣忠正 國民黨稱呼為蔣忠正 我們再尊稱就叫蔣公 蔣公 那我們先叫蔣忠正 因為實際上他真的 還沒到公 那時候年輕 一群人最年輕的人 針茶滴水的人就是他 是 他一生人中和國父 坦白說 突然大家聽就發覺 好像和國父不是見面很多 老老實實 他是晚年跟國父 他經常靠 我們經常笑 三張照片 大家會看到三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是黃暴建軍 國父就 坐在那裡 在騰爾那裡 他站在旁邊 後長站在旁邊 在旁邊 說這張好像成家人的身份 其實還有一張 兩個人站在後面 不過這張是沒有搬出來的 你搬這張 第二張就是 坐火車 坐火車 兩個都穿白衣服 又是乾頭 在火車上拍了兩個人 應該中間是兩個窗 中間的畫 隔著那個畫 有一條框 窗框 我問你一下 那時候應該是孫雄先生 好像不想拍的 這幅很重要 蔣中正就是當這幅是聖雞人 等同當年誰 李辦事我放心 華國鋒 華國鋒 靠這六個字就上位了 當時坦白說 在1924年來講 蔣中正最高的職位 都是黃暴君校長 兼廣東省參謀長 但是後來自從廣州商團事件之後 蔣中正就做了警備廳司令 我們叫做衛庶司令 這個真的要講 商團那裏 也要提一提 這個商團其實 廣州的商人 他們自己 商人有錢 也有組織 他們組織簡單的 請保錶 保錶 保錶得來又龐大 又人多 又細重 還有英國人 其實 因為南方政府 孫雄先生那個 跟俄羅斯比較親共 香港是英國的 沒錯 英國總是覺得不妥不妥 有辦法拘毀了南方政府 拘毀 不如鼓動商團 不如說 買點放槍給你 送槍 把槍 送炮 送子彈 這些商人 就從香港偷運 上港州 即是外國商人 當時哪家銀行是麻煩的 很厲害 當時匯豐的總行在哪裡呢 就是沙面 現在在廣州 不是在上海嗎 上海另一間的 上海的總行 上海的匯豐銀行 上海的總行 上海的總行就是廣州 就是在廣州那個地方 他那個總部就在沙面那邊 也聽見有情報的 要運一些槍械上來 雙團半邊 黃埔的蔣校長 厲害了 一下子 把槍拉起來 撤上船 於是就多謝了 就把槍收起來 黃埔軍校的槍就雙團一筆 撿回來的槍 也不少的 真的 到了黃埔見校之後 其實鮑羅亭 當時蔣介石也很相信他的 他跟其他人說 蔣介石就在軍校大會上說 孫中山指示我 指示我 鮑羅亭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 有關政治問題 他的意見應該接受 當年蔣忠正就非常相信 鮑羅亭真的可以幫中國 他應該是 上中正應該是這樣 他去完俄羅亭發覺 咦 不妥 這個原因是大騙局 那不要緊 我中國人比你更猶豪 所以談對 最後呢 所以 在二三二三二四年 哄到俄羅亭人 最後一下子就稱當 蔣忠正了 根據蔣介石的東西 蔣介石本身在當時來說 就是十分之仰慕蘇聯的 就是去蘇聯的前夕 好了 今天也說了這麼多 還有很多話說的 好像當中 這一年他送了一個兒子去俄羅斯 蔣慧國 不是蔣經國 蔣經國 累到蔣經國就捱虎虎虎虎虎 是的 又得了職 後一年在俄羅斯挺好的 然後就是一清黨的大人仔 這樣就好了 真是 詳細的由下一集再說 到這裏為止了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